各位比丘比丘尼,各位撒密撒密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第三卷水灿我们拜完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拜灿,所谓的灿就是灿即前迁,发愿悔即后过 那么灿前迁就是之前所造的过失,生惨此之心,生厌患之想 惨此就是惭愧,感觉羞耻 厌患就是厌离,觉得有过患 这两个心态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主观的惨此 觉得不对了,这惨此 那么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厌患,这个有果报 这有患脑,有患有脑 这是患脑之心,厌患之心 那这两个心同时有,那么就是所谓的一者禅,二者愧 惨愧,惨是惨己,愧是愧人 那么主要是在讲那个惨此心 那么呢,造罪一定是治他的事情 那么自己要造罪,杀到淫妄 那么一定呢,杀有对象,道有对象 淫或邪淫有对象,妄语也有对象 那么没有对象 没有对象呢,这个也要看情况 也有些是有小罪 那么就是惨愧,一者禅,二者愧 愧于他,愧对他人 或愧对三宝,愧对教法 也有那个愧对自己 惨就是惨愧,那个惨呢 那么就是呢,觉得自己有惨此心 就是这个惨 愧有愧对他人的意思 愧对三宝的意思 愧对父母,愧对众生 愧对道友,愧对师长 这些都是愧 那么呢,动物没有什么惨愧 所以说,不知惨愧者不明为人 我们刚才颂识过 就这样 所以有惭愧之心 有忏悔之念 那么呢,这就能够什么呢 重罪可消 那重罪可消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这个我们拜 这个三美水灿一开始讲的七种心 当中的观罪性空,是究竟的 那要观缘起 还要观种种的念 种种的这个,夜报等等 那么这一起,这七种心 那这七种心呢 这个,从因到果 从四项 从四项到离体 那么呢,都有 那么呢,这个呢 我们的这个,新春的这个 应该说农历年 农历年的这个法会 其实这个,讲到农历年和新春 其实不能讲新春 这,有人考据 他说这个,新春 新春是,是一个 这个,历春以来 那么一个节日 那么的农历年呢 年是比较大的 它的节庆的格是比较高的 不过今年很特别 今年的话呢 是,除夕又是历春 其实我们是历春 所以理论上说冬天已经 已经 隔尔胃 已经离开了 是这样 所以今年是暖冬 暖冬很危险 你可以想像那个北极熊 已经 已经饿到变成瘦狗了 那样子 那么,这是大概一百年中 有两三次会这样 那么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 这叫做因历年 其实讲因历年也不一定对 只要讲农历年 农历 那其实农呢 我们都认为说农历年是跟月亮有关 其实不是 它是月亮跟这个什么 太阳都有关 像节庆的话 像那个二十四节气的话 其实是跟太阳有关 为什么? 因为太阳的直射斜射的情况 会造成这个地球的暖 你所在地的暖跟冷 这才造成了这个农作物的 的种植的可或不可 是这样 所以一般来讲 种树的啦 种田的人 他是看节气 他不看那个 他不看这个 什么 年啊月啊 他不一定这样看 那么这个就需要一些天文学的一些观察跟计算 他是科学的 那么除夕 除夕确实是农历 他是用农历来算的 这样的年 那节气是用太阳的 所以说一个太阴一个太阳 当他合到同一天的时候 一个送走一个迎来 那么就是理论上说呢 过去古人就会比较穿着附会 他就觉得说 那经验是迎来好的因缘这样 但那个什么呢 大家又在那外面一大堆了 做房地产的 就自我感觉就很好 就说 嗯 这次算算算的 算一算的 这个房地产正在翻身当中 另外呢 有人说啊 这个景气不好 其实这个不决然的 众生共业不同 共业中有别业 别业中有共业 同样做这个生意的 有人赚有人不赚 同样呢 种植的 有人亏钱 有人得利益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过去的业感不同 那么你的得利益 不得利益就有差别 所以我们在这个农历年的开始 不是新春喔 我刚讲的 农历年开始 我们应该要忏除这个业障 做回一个什么呢 一个能够尽求觉悟 发大心的一个佛弟子 他才不但是名为人 而且是真实的为一个优秀的 或者这样讲好了 不要讲优秀 就是作为一个有价值人生的人 每一年呢 我们的拜都不理这个概念 但是讲法会不太一样 首先呢就是说 我在观察那个台湾这几年 最早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政党轮替的时候 那就有人明明支持的总统要选上了 但他还是会反过 明天投票今天还会来问我说 师傅啊 那个你看我是不是真的要 真的要投给谁啊 我说你不投给谁 那个谁也会当选 那众生共业 已经到了明心思变的状态 一定会选 但是呢 这个人选上之后 意味着台湾的福报降了一大截 我说我师傅你怎么这样讲 我说这是两码的事啊 明心在变 那不一定是依着福报伸减在变 有时候反而是因为没福报了 你明心就变恶了 恶了之后你就召感恶人 这第一种 第二种不一定是恶 但是呢 杖重 这也不一定是他恶 他也是愿意行善 但是行善的那个 那个手段却是用激烈 是一种不福报 没福报的 的样子 那么你就没有福报 所以我就讲说 那个其实是台湾一个大转折 台湾一个基本的社会架构正在大转变的开始 我当时就预言这样 那么事实证明就是如此 那么到了今天来的话呢 我们看到说 台湾还有一些福报支撑 那么一个国度也好 或者一个地区也好 一群人安稳不安稳生活 消不消灾 那个天灾人祸消不消迷 乃至于人祸 人祸是什么 人祸就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文武百官呢 是不是能够各司其职 那为人民服务的恰如其分 这就是人祸不人祸的问题 因为这个国家群众之事 是日理万机啊 每天有各种变化 那要有一种有担当的人去 有担当有远见 有魄力又有福报的人 为我们把关 那才不会有人祸 不然好端端的事情都会变坏事 对不对这样 然后社会就不安 那这个呢 你去骂什么政治人物 没有用的 因为那政治人物是由人民 一票一票选出来 所以是人民的资贱跟福报不足所致 我常讲一个地区的安稳不安稳 表面看起来是国防啊 经济 但其实国防经济的内在就是福报 就是众生的福报 众生福报不足 我告诉你 船间泡利也只是好看 安慰而已 因为那不符合因果 一切的因果发自于呢 共业的心 我是指一个国家啦 或地区啦 是共业之心 那共业之心呢 就要有怎么样 就要有那种少部分的人先觉醒 然后他的声音还能被听到 这样子呢 他才这个社会国家 他有自省自觉的能力 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团体 他这种少部分的声音 不知道发 不能发 或不敢发 或发的没作用 这几个原因 那都会造成整个社会大众 就变成是一种 一种盲 礼盲 茫然 失去标杆 失去典范 的社会 就会这样 那你失去了典范了之后呢 就是典范是什么 典范就是 一个做一个人的一个价值感 一个超越感 你知道 百姓一般来讲 他他直觉的是什么 就是吃喝拉撒睡 柴米油盐酱素茶 那么要有一个人 或少数的人 让他知道说 让人民知道说 还有一个更高超的生命价值 这个时候他才会 泯然的说 有吗 好吗 那如果这个社会上 一直尊重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并且发扬这样的声音 那大部分老百姓才会 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触动 触动到后来就醒一下子 然后说 人生应该不是只有 柴米油盐酱素茶 人应该要更好的品质 这个时候他才会醒来 不然呢 他是很难动摇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看 钱就丢在那里 三万元丢在那里 你犹豫一下别人就捡走了 他就是没人的钱了 就捡走了 你根本来不及思考 你没有那个余韵的时间 去思考 老百姓为了存活 他整体的人民 他的需求是非常卑微的 就是活的 还不要说活的有尊严 就我活的能够活下去 那种感觉 能让我无恐惧 这样子 那就是他要的 但整个社会呢 如果没有福报的话 大家要活下去的能耐 要付出更多的什么 努力 那努力的成本是什么呢 时间成本 看起来是 但时间成本的背后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用更多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赚十块 跟一个小时的时间赚一百块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更多的劳力是吗 表面看起来是这样 其他更深层的意思是什么 你 你一天当中能思考生命 能减别自己的价值的 时间被压缩了 其他更深层的意思是这样 那整个社会的意思是什么 整个对整个社会的意义就是 这个社会就纯粹只是在追逐金钱 因为他已经没时间思考什么事情了 那这个社会就变成 礼盲 不思考 不反省 当他不思考不反省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社会效应呢 就是当他发生社会问题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是 算了 我活着都很困难 我管你去死 一种人 第二种人是什么呢 第二种人是 我管一下下了 我管一下下 可是我没有太多时间 不要让我太深入 我没太多时间去理解 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 他就变成需要懒人包 什么是懒人包呢 就是有某一个极少单位的人 他对某一件事件 具足着他主观的解释 或者是为了政治目的 为了为私人目的 为了为政党目的 或者为某一种社会效益目的 他完全不是一个客观事实 为目的 他不一定是这样 甚至于他也没有恶心 但是呢 他的解读就倾向于悲观 热烈 不信任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制造懒人包 就导引风向 结果整个社会 因为是倾向无福报的礼盲 当他要了解社会事件的时候 他就运用懒人包 结果呢 整个社会是被 错误的 非政治的 非有远见的 非深刻思考的 懒人包 牵着思想跑 那他反映出来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反映出来的 整个社会失去了理性 失去了深层思考的能力 那再来看看我们的媒体 就变成这样 在整个社会是这样 结果我们媒体要应付他的时候 就也去截取懒人包 这是第一回事 对于政治问题或者公众议题 他就用懒人包 那么懒人包以外的空间 他要用什么东西给老百姓呢 耍萌 耍三八 耍颠倒 耍无趣 耍愚痴 不用思考 让你尽其尽的娱乐 迷惑你的六根 让你在六根迷惑 自然的感受那种娱乐当中 不用思考 享受娱乐之后呢 过完你的八点档 九点十点 然后你累累的去睡觉 结果呢 他用各种迷惑的 或者是把你变愚痴 变不思考的这种娱乐 娱乐的新闻 娱乐的无聊的那种 所谓新闻 来充斥的版面 因为你很累啊 你每天上班完 累得像狗一样了啊 不过狗要抗议 狗很自在 什么是跟我一样 我很自在 你看哪一只狗会很累 没有耶 狗不累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能讲说 累得跟狗一样 狗会抗议 大概没有一种动物 像人类这么累 所以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比喻了 然后这 这一类人 他就在看这种东西 我们被喂养 喂养 喂养两类东西 公众事物 我们被喂养 懒人包 那么呢 剩余的身孕 剩下一点点的 一点点力气呢 你就要enjoy myself 你要自我享受的时候 你就被那种很渔萌的东西呢 所渔获着 你比如说网路上传了一个 哪一个地区的 什么地方的一个小孩子 背什么四书五经 那讲话像个小大人一样 那旁边那个大人呢 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在耍萌 在耍山巴 在跟那个小孩子讲话 那旁边的那些观众啊 哎呀高兴的手足舞蹈的那样子 这整个的节目弄出来就是一个白痴节目 小孩子变大人 大人变小孩 观众变白痴 然后呢 所有的乐听者呢 也继续的被变白痴 这就是我们的八点党 或我们的众议节目 两岸都这样 两岸的政治人物都乐得用这个东西 来喂养他的人民 他的人民就不思考了 你懂吗 你懂意思吗 不思考 对统治者来讲是最好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 这是你的家乡啊 这是你生活觉悟的所依啊 你却活在一个里芒 不思考的环境底下 那你能怎样 你即便是讲真话 你相不相信 马上人家转台 或者按你差 或者给你一个这样 不是这样 是这样 马上给你一个这个 我们当然不稀罕这个或这个 但 表示 他不喜欢听 因为他不习惯思考 他也讨厌别人思考 他也讨厌别人思考 这个社会变这样 你知道吗 这社会是变这样的 我们正在迎来了 史无前例的这种社会 这种礼盲的社会 你就可想而说 我做一个和尚 我看清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心里压力有多大 你不要告诉我 我是免税和尚 当然免税啊 每天夜来人静 大家都在睡的时候 我正在看这些资料 正在解读这些社会状态的时候 只能说感慨万千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怎样 第二种情况是 我最近 大家知道我在弄那个 宗教基本法 这个地球上 还在继续搞宗教基本法 但是在台湾 一小撮人 其中有一位律师 他是大律师 他也打死不退 然后呢 一直把 他解读一些资料给我 丢给我看 那我会重新解读回去 给他知道是什么 这样 他就说他看了一个 这个 咱们台湾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就是 这个什么呢 古代的什么呢 这个 大学陵 汉陵书院 就是古代的汉陵书院 是这样 是这样 那 传统以来 汉人 都 政治体制以来 大部分都是用国家的钱 来养这群人 讲养不好听 但是就是这样的 发工响嘛 是这样 他是总公务人员 那么呢 早在这个立法院 还没有那么明粹的时候 立法院就是一种 基本上是盖章 一党独大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大概就是 对于这种国家研究部门 那个的经费 他就说 来了反正这个是 读书人嘛 有研究院嘛 不错啦 研究人才 盖章 就给钱 这样就好 但渐渐的立法院的 自我意识 高涨 每一年在省预算的时候呢 他就会拿着预算 来怎么样 做大砍的状态 这时候有可能 你就会砍到你这个 中央研究院的预算 特别是国防预算 又排挤了其他预算的时候 你那个做研究的预算 你很容易被砍 因为研究这东西 不保证有东西出来啊 大家可有可无啊 我来偷来骗来买都可以啊 我干嘛搞一堆人来研究呢 你们这些研究人员 三十年 十年五年不坑半个身 不放半个屁 那我干嘛给你钱呢 你要知道 我们立法委员 有的是流氓去选的 你要知道 他从小就不会读书 你告诉他说 研究人员有多了不起 多重要 他听得懂吗 他听不懂耶 他只选边站 他就做立法委员了 他就要审国家的这种 这种重要的 重要的这个财务预算了 因为这本质上就很荒谬 但没办法啊 靠人头啊 如果这个人头是猪头 你就很麻烦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看我们那个大律师飘来一篇 很不错的东西给我看 他在讲宗教基本法 我在想哎呦 什么时候 你有学者在谈宗教 就谈得很好 我就跟他问他说 哎这家伙是谁啊 是对岸的人呢 还是台湾自己这边的人 因为他学着中文嘛 虽然是正体文呢 但是很可能会被简体文 会转过来这样 因为我最近在看到对岸 对岸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研究员 叫做社会社会社科院的一个研究员 他也在大声疾呼 对岸呢 这大大陆呢 要立这个宗教法律 所以这两个我会混淆 哎呀这个是谁 然后大律师跟我讲说 没有了 这台湾人 那台湾人在哪里工作啊 我们下次去找他 他说 就在中央研究院 哎这句话就引动我了 我说是中央研究院 到现在 这样子的声音才出来 还被我们大律师挖到 那这情况是怎样啊 我们已经搞了一两年了 宗教 所谓的台湾宗教人权复苏 元年的第二年了 那么这些学者 他显然是做专门研究 他研究法国英国欧洲的宗教人权 研究得很好 他写的真的很好 我们就那行人 现在看了就觉得很好 这很好 怎么都没点声音啊 刚我不能怪人家 我刚不讲了吗 他讲话要小心一点 他在中央研究院 他拿的是国家的钱 对吧 但是呢国家的钱并不是总统在决定 他是被立法院搞预算的 你要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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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那些立法委员不爽听 你惹毛了他们 那你就等着瞧好了 就怎么样 砍预算对不对 砍预算会不会砍到他 砍到他是小事 是砍到了什么 砍到整个研究院的人的薪水 你会变成什么 你会变成整个中央研究院的罪人 那好了 在这种前提之下 一个所谓的社会良知 就是所谓的 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或学者 他应该对国家 对人民有个高瞻远瞩的见解 因为人家给你做研究嘛 对不对 给你钱研究 人民缴税给你研究 那你就要高瞻远瞩到 了解社会的动向 并且对社会动向提出真扁 这就是你学者所谓的御史台 汉林学院的大学士 你应该要做的事 现在你居然寒蝉效应 不敢说了 因为说了 他会看风向讲话 今天当今皇上 不立宗教基本法 咱们就别提了 免得惹毛皇上 让他不愉悦 到时候砍我的预算 每年被砍 那我呢 最后我也被砍 因为我的上司会把我当作眼中钉 这样如果这个社会是这样 就完蛋了 你得不到人才 你听不到这个社会良知的声音 我们的团队当中有一位是庭长 法院的庭长 小不小 不小了 他写文章 正在对错误的社会见解进行反驳 那我们去投稿 我投了三个地方 还不是我司法杖 他就是标明了什么什么庭长 某人 完全是露脸出来讲话的 我去投了三个网络报纸 两个不回我 一个回我 说三天后才刊登 而且三千字只能销到剩一千字 庭长没有社会地位吗 没有专业知识吗 但是呢 同一个时间的当天 正在舆论厮杀的当天 某一个立法委员的助理而已 一个小女生 她脸书上面的文章一整片 被那个很强势的媒体 一字不改照刊 这样你听懂吗 你听懂吗 要论能力 要论正理 要论社会地位 我们都不输她 但因为她是什么 立委的助理 还不用立委本身出马 立委的助理 一字不改 而且已经在脸书上都发布 照说这样叫做二次刊登嘛 对不对 无所谓 无所谓 然后台湾老百姓呢 被喂养这一类的知见 你说这会怎么办 没有福报就是这样的 你就没有福报 好人不出头啊 坏人满天飞 很抱歉啊 大年初三讲这种事 这才是好事 佛教徒啊 佛教徒 埋着头念阿弥陀佛 天底下事情都不管 结果阿弥陀佛也没念好 你真的是里外不是人 你发不了谱提心 如果你埋着头念佛念得很好 但外面事情尽管不用管 那OK 但很少看到这样的 既想管又不能管 又不知道怎么管 那头脑又不清楚 然后说动辄说这是业障 这是贡业 你不就是贡业之内的人吗 贡业是谁完成的 贡业有个独 独于你之外形成一个贡业 贡业就是一切众生去进行的 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 或者两岸之间的所有人 就共同完成的 或者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 就共同完成的 这是缘起见 最基础的佛法见解 你可以自知不理 所以诸位 修行求忏悔 就是把刚刚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共住的环境当中 这种礼盲 这种我们难以知道真相的状态 我们要去忏悔 这看起来是别人的事吗 不是 这是贡业的事 先从贡业求忏 贡业中一定有我别业的因缘 当然自己也要忏悔 沙盗淫望自己也要忏悔 我们也不能老打高空 说什么贡业贡业 我们也有自己的别业 我们有沙盗淫望 我们也有各自的过失 但是发菩提心的忏悔 就不只是为自己忏悔 他还要为一切众生求忏悔 法华三维善下手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的水灿也是这样 所以说为一切众生 他现在讲一切众生又太广了 对吧 猪狗猫羊也是这些众生 台湾人 美国人 日本人 都是众生 你都忏不到那里去 所以说先为我们所生存的环境 国度求善悔 我刚刚就是讲解这件事情 我们正生活在这种环境底下 其实是水生火热 我告诉你 思想上面的颠倒跟蒙蔽 那是刹那刹那之间 在让我们造罪 思想错误 温水煮青蛙 温水煮青蛙 等到它热起来的时候 你已经熟了 动不了 那才可怕 所以这个社会 声音不出去 理性的声音不出去 或不敢出来 或者被控制的不能出来 是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有幸 这两年当中 处理这宗教基本法 大概去立法院像在走 走厨房一样 进进出出 什么人都没见过 都见过 你看很风光 我去那时候去游说的时候 人家那个 人家那个 那个 国民党的那个 那个 总召 党总召 就立院里的党总召 出来直接跟我们谈 拉着我的手 怎么跟我说 哎呀法上法师 我们国民党35票 通通给你 你想我要不要高兴 通通给我也不够用 给我 不够用的时候 通通给我 还是感谢啦 人家的民进党也很好啊 我去了拜访 人家都马上签 舆论一出来 各个跑光光 你懂吗 是这样子 就是这么样 签给你看面子 溜走 为生命 为活命 理由充分 这个社会是这样子 道理呢 道理呢 道理 道理几经重 理想有几经重 就是这样 这就是这个社会是这样 我们正活在这种社会底下 没有人为真理去活 你懂吗 那你怎么办 你做一个佛教就在追求 佛者绝也 就是要追求觉悟啊 结果你是活在一个绝对不觉悟的环境里 你说你这是什么福报 这就叫五着恶事啊 这就叫五着恶事嘛 结果你还怎么样 你还无所谓 那就更糟了 你的儿孙在这里生活 别忘了 我还没有哦 你们有哦 我们的某些事物也有啦 有些事物是有儿孙的 我们大部分事物是没有啦 灰事物你没有嘛 老爱拿他开刀 差一点有 就是要为众生求福报 为众生修福报 也为众生忏悔 这没什么好说的 懂吗 也没什么好埋怨的 这就是我们所活着的世界 我们一天两天不理他 他就一天两天变恶劣 就是这样而已啊 就是这样 你也不要小看你自己的力量 跳出来就是力量 出来讲 一定大部分人都不理你 那你得要相信 对的事情慢慢讲 过度激烈也 人家会会怕 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讲 是这样子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为众生消业障 为众生求忏悔 为众生求生理 这就是所谓的菩提心 那么水灿的最后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思玄大师 也就是悟达国师 他的 他的期望 有这么一段文 在最后 在最后有这么一段文 这段文呢 也需要跟大家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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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解一下 这个 这是在这个 我的这一本啊 我的这一本是 应该是这个 这个 第247 但你们的本 不是不一定一样 那200第4期呢 发愿回向和会众等 倒数第二行 愿以此 忏悔三藏 已经把三藏忏悔完了 他一开始就说要忏悔三藏 现在到这里来 已经忏悔三藏圆满 忏悔三藏圆满 圆满圆满的时候呢 也就是做ending了 在ending的时候 在做结束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总发愿 这是我们当年 唐朝唐仪中 悟达国师 知全大师 他到领我们今天 发了一个菩提心愿 他说 我以此忏悔三藏 所生的功德 昔阶回向 施予一切众生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忏悔发愿 最终是为一切众生 当然在基本上面 我们得先亲近自己 亲近自己 并不是因为害怕我自己堕落 不是这意思 而是自亲近的 才能为众生的什么 依靠 是这样 不过当然了 也有一种所谓的 自己还在污秽中 但他愿意为大众服务的 也有了 也有这种情况 古代有相当多的那种贱民 在佛经有很多相当多的贱民 他也还在做贱民 屠夫 在殷陀罗这种 殷陀罗是一位护法 他就是屠夫出生的 还比如说莲花社是后来出家的 他不然他是妓女 那比如说五十三餐当中 善才同时也有去到九四 祭院这一类 就去参学 很厉害了 这样的人都能够作为善之士 那很特别 那么所以说这个 这里就施于一切众生 那么干嘛呢 你看哦 施于一切众生 俱同忏悔 愿于一切众生 献身之内 先说献身 你看 愿于一切众生哦 他就不是为自己而已 已经看出来了 不是为自己 献身之内 身心安乐 三灾八难 这个 风灾水灾火灾 特别是风灾最严重 地水火风 这个 风灾水灾火灾 其他一个地灾 地灾一般来讲 就 就没讲 第一就可以讲 这个解火烧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解水淹的时候 最后呢是什么呢 这个风灾起 吹垮四天 四禅天 风最严重 三禅天 三禅天的 水淹出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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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二禅 那么呢 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风的时候 风吹三禅 四禅基本还是安稳的 那所以就有这个三灾 那八难就是包括 身在边地啦 四字便冲啦 还有那个什么 阴芒龙雅啦 这一类 六根不拒 身在佛前佛后 就是佛出世 你在沉沦 佛入灭 你出世 又遇不到佛 佛出世使我沉沦 佛入灭使我出世 忏悔此生业障众 不见如来金色生 这是佛前佛后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没有 我们现在在佛中 虽然说佛已经入灭 但我们还听得到佛法 这样就不叫佛前佛后啦 懂吗 他那个佛后更严格的时候就 已经到佛都入灭 你也没什么法好学了 是这样 基本上我们还有法可以学 还有善知识可以依啦 还有 是这样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三灾八难 那么不吉祥事 弦阶消除 衣食丰饶啊 正信三宝 你看到没有 正信三宝 所以说我们要建设 我昨天讲的万佛寺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道场 它是怎么样 从靖大殿到圆通殿到 到子冠堂到不思义殿 这一系列的概念 那就是在度化众生 令众生正信三宝 那么大家来多付词 多付词的时候就讲到说 什么排不排位的问题啦 那我就讲到排位也很好 但是《金刚经》上说了 以无所拙的心做供养不失 这功德对大 我所知道的很多居士 它的供养是不让人知道的 哪至于连写个收据他都不愿意 那他呢 就供养了 人也非常低调 像这样子呢 那个福报就吓人 那如果说今天福报呢 就是上电视了啦 那么这个众人皆知了 那么也没有福报 有 但是相对他报掉了不少 报掉了 就是偶艺大师说 他说善就要什么呢 就像好的树一样 那个根就要付 就是让人不知 所以说你就不必去挂那个什么 颤主不颤主 那样子 你就大众知 大众都知了 那你的福报就报了一半以上 就露出树根了嘛 就意思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应付着他 哦 那个树就更滋长 你的福报之树就更滋长 所以说为善不予人知是对的 那么为恶呢 为恶当然你也不予人知 但是如果恶明昭彰 这反而是好事 反而你的恶法露在太阳底下 被晒干了 那反而好事 恶法当险啊 善法当父 这就是这样子 那这样你就能够正信三保啊 这个衣食丰饶 这现世的福报不缺 你现世福报不缺 你才能够有余运 有余力 我刚讲啊 你一小时赚一万块 跟一小时赚十块 你要耗费多少钱去过日子 对不对 多少时间过 你就没有思考时间了嘛 你现在一小时赚一万块 那你一天就赚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那好了 那你就剩下来的日子 你就可以好好的学佛 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世间福报 能够滋润你的佛法智慧 古人讲的福能润慧 是这个意思 福报也会妨碍你 没有错 世尊曾经有个弟子 福报很大 那么吃好用好 大家都去托波 别人托不到他托得到 别人吃的很难吃 他吃的就是好吃 结果反而会执着 世尊知道了 但这个弟子很用功 有一天世尊就走到他那里去 注意听哦 走到那里去 他那个身鞋啊 没摆好 世尊就蹲下去 把他的身鞋摆正了 这下子不得了 损了他好多福报 阿娘有的佛祖 佛祖帮我摆鞋子 把他福报给损了 这一损啊 他福报一扫之后好修行 专注修行 诶 开悟 正阿罗汉 他才知道说 当年是世尊帮他一忙 帮他损福报 但升文称是如此 因为升文称他不利益众生了 懂吗 但大乘就不同 大乘是比升文称更进一步 他是不舍福明文立样 不舍福报而不受福报 听懂意思吗 什么叫不受福报 大殿这么的庄严 但出家事物没有住在这里 他住在他的小疗房里 我们灰事物的疗房 蟑螂跟老鼠都不敢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进去会迷路出来 是这样 所以呢 很clear 是这样 我们住的 我们住家是不是住的 基本上还ok 就是不为了太怎么样 太舒服这样 就是你有福报你不是受 你是要给众生的 你是要利益众生的 这样跟升文称的 只为自己解脱 所以福报过多 那没得用嘛 没用啊 对不对 那没用你扛在那里 反而累啊 干脆舍掉 但是大圣不同 大圣有用啊 给众生用 所以福报多多益善 但是他自己要扛得住 不能被福报所迷 就是到真的 所以这有点不同 有点不同 是为众生而有明文利样 你才能利益众生 那么这样 比如说 菩萨不舍明问 是在讲这个 不过话说 你要有明问多了 你也自己颠倒 那也不行 所以这要注意 那舍子抱身 好 舍子抱身 你看啊 现世有福报 能够滋润你的智慧 但不保证一定有智慧 我说过了 是你那个福报 必须向于智慧的福报 要善用福报 什么叫善用啊 那就是好好的去供养 懂吗 等一下会留下时间 让你们到事务处去登记 这个多宝塔呢 一个单位 是十五万还是十万 十万是吧 是写十万 我都忘记了 那么十万 那你就参加一个单位 或两个人参加一个单位 或者分期付款一个单位 随便你 就是要诱导你修福报 懂吗 要缺很多钱的 那怎么办呢 你说到底要跟你化缘多少 所以以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算 那里头的可能是建 可能是建地板 可能是刷墙壁 也可能是做佛堪 也可能是什么 都算在内 懂吗 是这样 好 那么这个就是修福报 你要懂得善用 懂得善用了之后 灵 往生 有福可适 有福可依 有智慧 可以导引 这个时候 皆得往生极乐世界 亲近弥陀 得寿即别 当来世中见弥勒佛 听闻正法 如教尽修 这讲两件事 讲两个状态 一个状态就是你到 阿弥陀佛的净土去 那直接就怎么样 得阿弼八字 不退转 理论上说得不退转了 你要不要跟弥勒菩萨一起来 那就随你了 很可能你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有一种人他没有求生极乐世界 他求生的是什么 弥勒内院 到了弥勒内院去的时候 他就会等着跟弥勒菩萨一起 五十六亿多年之后回到输佛世界 那是以五界为基础 但没有不退转 不过因为都亲近弥勒菩萨 三会龙华龙华三会 有这个三会三次讲经说法 都收归你进入什么大乘 这样 那么你也可以这样做 是要讲两件事 所以说第一种是得受济别 在极乐世界就受济了 受济成佛 受济成佛不等于成佛 就是未来你回入苏佛去成佛去 要不就是怎么样 要不就是未来 你跟弥勒菩萨回到沙佛世界来 这两类 那么听闻正法 见弥勒婆 就是龙华三会听闻正法 儒教尽修 要不就怎样呢 要不就是第三种 愿得生生世世 在在处处 常执国王 兴隆三宝 也就是政府 政府百官 信仰三宝 这意思是这样 国王不一定是国王 就是政府百官 国家领袖 这一类 那降低一点说 就是他恭敬 他不一定信 但他恭敬 三宝 是这样 那么在在处处 那么在常执国王 兴隆三宝 当然 世尊入灭前 他是有嘱咐 印度的一些周边的国家 不不不不 印度的各个地方小国家 他的国王 说要护持三宝 他的功德大 所以他就护持 从今而后呢 这个大家有因缘可循啊 出家人呢 面对这个政府的领袖 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对应 你如果律上也讲这样 他说平常你厨房里的东西 不能随便给人家吃 除了出家人打板以外 你不能随便拿去给人家吃 会犯道戒 但有一些情况例外 地方官 国家最高领袖来 对于整个佛教 或对你这个道场有 决定性的护持 关系的 你就尽管拿出来给他吃 完全不犯戒 你懂吗 原因是什么 不是惨媚 是要让他凡夫 这种人亡凡夫啊 有一个怎么样 有一种宾至如归 值得觉得佛教宗教是慈悲的 值得赞扬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懂吗 是这样 那么律上有这种精神在 但不叫你惨媚 也不叫你搞关系 也不是 就刚好有这因缘 那我们就这样做 所以不生外道邪见之家 你看 第一个 你的 你的什么 正报是这样 跟医报 你的正报 不 你的进的医报 不叫正报 你的进的医报 正报是什么 正报在讲前面那个 那个什么呢 那个 能够投胎到 弥勒菩萨拉 弥陀佛的国度 那就是你的正报 这样懂吗 在医报就在讲这个状态 就你来到人间 你周边的状态 不会这么 不会很差 你懂吗 很差你很难学佛的 大家都不信佛 你怎么 我这次去澳洲啊 他们就告诉我说 哎呦 那速食馆 本来开着开着的 又少了 撑不下去 那么要去演讲 那么能够聚集的人员有限 人家不敢承担 这个就是说哎呀 澳洲是台湾的两百倍 人口是台湾一样多 那台湾人口之密集是可怕 台湾是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地是有住人 你知道吗 所以台湾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一 要真讲起来差不多世界第一 就是这个情况 那他那个地方才两千四百万人 台湾是两千三百万 他的土地有台湾两百倍 所以你要怎么找人呢 秒无人机 那种感觉啊 找人听经文法不容易 辛苦 那么在在处处 这就讲到 又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 莲花化身种族尊圣 安稳快乐衣食自然 又这就是极乐世界了 极乐世界或与极乐世界同等的 那样子的福报世界才可以 那么极乐世界是特别容易 你是个凡夫就能 但其他的世界那就要特别修 更有修你才能得这个利益 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莲花化身 你知道吗 莲花化身有两个事情 有根本的解决 就是所谓眷属情爱 眷属恩义 我们不能出家有两个理由 有主要是两个理由 一个就是眷属的恩义离不开 我爸妈的年老我要养育他 我有儿女妻子 我要照顾他们 在意他们的情绪 你当年结婚 你是跟人家约定好 一三一四 一三一四 对不对 一生一世的 现在你片面解约 你也要真的人家同意啊 你不能就不见了 你就没有啊佛陀必也这样 他是佛陀啊 你不是啊 你面子没那么大啊 你也没有办法修那么成功啊 如果你这么一溜 六年不要六年 十二年加一倍 再加一个 十八年给你成就 你就尽管溜 你做得好 不一定做得买 对不对 所以佛陀所做是 视线给人家看说 可以 但不进来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好 再来 眷属 第二种是最严重最严重 没有男女情爱 莲花化身最好就是这个 人之大欲就是男女情爱 跟饮食 食色性也 饮食你还可以称一称 男女情爱是五眼佛界 欲缘则生 很可怕 那我们累劫以来多少的情爱 等着我们敲门 等着把你吃到尸骨无存 那你怎么办 你只有在莲花化身的地方 大家就没男女 所以这个好修 懂吗 是这个好 那么呢 种族尊圣就是什么 就像释迦佛这样子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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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呢 有那个大势力 行菩萨道容易 你比如说那外国的那个比尔盖茲啊 这个人以前我用他的电脑 老是当机我老骂他 后来看待他把钱的98%都捐给基金会去的时候 我就开始我骂他了 就赞叹他了 几百亿的资产 只留给女儿哦 一栋房子一台车子 其他没有留 彤彤怎么样 彤彤跟他太太成立一个基金会 捐到基金会去 不落入私人家产 这很了不起啊 他其实他们家很好 他妈是律师 他爸不知道是什么的工会的什么 反正就人际会就非常 而且他们家三代都非常好 他刚开始能成功 是他妈妈拉线跟IBM结合 他才能成功 所以他是种族不错的 坦白讲 他跟贾伯斯不同 贾伯斯他娘呢 是清洁工 两个人不同 格调也不同 他就看起来比较雍容一点 比较小孩子气 比较自在一点 他来台湾的时候 因为他人高嘛 他来台湾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一半他会跳起来 去摸 摸那个走廊的梁 你看一个大老板旁边 他不要有旁边有保镖 他不要 是这样的人 这种人就是有福报 肯定是有福报的 你看贾伯斯那么早死 人家他活得好好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贾伯斯再多钱也没用 死得很早 对不对 人家比尔盖茨全都怎么样 钱都捐光光 人家他自自在在的 现在不用保镖 因为身上没钱 也没什么保镖 他用的都是基金会的钱 他是基金会的执行长 所以他是能用钱 但是钱不属于私人 这样懂吗 是这样你看 这就有佛教意义了 我能用钱啊 我不会饿死 但用的钱都是大钱 但都是公家的钱 他是这样概念 那么好 这是种族尊圣 你看世尊的很多弟子也是种族尊圣 世尊本身就是种族尊圣 这样懂吗 所以台湾社会的仇富是不应该的 富人都算是一种种族尊圣的人 你要知道 那都是有因缘有果报的呀 他生在那个家里 你看看耳朵大大鼻子大大 人高高 有的当总统都比他矮 矮半截 瘦瘦小小 看起来就没福报的样子 不要对号入座 我没有在说谁 这就是台湾没福报 种族尊圣不能 那是有他因缘果报 当然我们不攀缘富士 但我们心里必须知道 一个社会仇富是不需要 也不应该 但是一个社会的富人 富贵之人 要有悲悯心 不能够为富不人 你为富不人 人家就仇富 这就是双边得害 我们台湾目前走成这个样 富贵之人 没善念 贫苦之人 没惭愧 是这样子 就上下交争力 无惭而无愧 社会是这样礼盲 不自行 没因果 那就完蛋了 我这样讲啊 做一个佛弟子的要怎么样 要 众生疾苦啊 佛子有责 要去全 要去宣扬 要去改变 要去实践 这样子的一个 社会改革的动作 不要再装傻 装萌 装可爱 还装修道 当做不知道 埋头苦干 也没好好修 这样不好 这不是菩萨行 要一方面很用功 一方面不忍众生苦 两者都要有 你不能把这个社会的现象 有眼不见 有听不闻 我这么说的这么明白的 你还是不相信 心坚固不动摇 你这样没有悲悯心 很难与大乘法相应 嘴巴讲说是大乘法 很难相应 心不柔软 心不柔软 甚至于都不能持戒 佛陀在律章说 心柔软的人 强过能持戒的人 柔软一定能持戒 持戒不一定柔软 柔软就是接地气 懂得众生苦 不忍众生苦 这是你的佛性本然 你把你的佛性关掉 你说你学佛 怎么可能 懂吗 所以大菩提心 悲悯众生之心 要有 如果你有了之后 这个社会的恶 这是你的善知识 你正好可以行菩萨道 要是社会没有恶 你还能怎么行菩萨道 极乐世界没得行菩萨道 要回路苏婆才能行 就这样子 极乐世界里头的人 每个都比你强 你要使用什么不思 谁缺什么 你要讲经说法 每个人都比你能说 你却是菜鸟了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要回路苏婆的 所以苏婆是我们成佛的卧土 不要讨厌他 我刚刚讲这些话 是把他的危机讲出来 并不是叫你要讨厌他 我说出离不厌离 懂吗 我们是出离 我们并不厌离 我们不加个讨厌 我们没有讨厌 我们只是不跟 我们只是懂得超越 这样的意思 好不好 放菩提心 这里都在讲菩提心的事 那么的衣食至来 又愿生生世世世在在处处 慈仁忠孝等心祭物 看到没有 这就是用菩提心的表现 慈仁忠孝 慈与乐 对不对 仁就是仁爱 就是用拔苦的概念 忠与孝 忠孝有分两类 世俗忠孝跟初世间忠孝 我们要以初世间的忠孝为本 以世俗的忠孝为源 应激对缘 你如果应该出家 那你就不要执着家 那你就不要执着家里的小孝 要执着众生大孝 对吧 是不是 你们说 我娘还老了 我得要 让我娘寒衣弄孙 我可是独子 我怎么可以去出家断后呢 让我们家没香火 三八 这是人间小笑 你是不是搞那个 你可以出家 你就要出家了 我但是 我个人 法杖 就这样 我们家绝子绝孙了 我爸是单传 我是我养父 梁 姓梁的那个 我父亲姓梁 梁柯毅 他是单传 上海 合肥人在上海落吉 很有钱 后来 国民党拜走台湾 那共产党实行共产主义 我爷爷的财富 全部收归国有 好欧 听说 听说后来人家 人家共产党还说 如果你有什么证据的话 他可以还 给子孙五分之一 好气喔 我爸连这个证据都没拿回来 拿到台湾来 随便 你知道吗 我那个爷爷 当年 上海整条街布庄都他的 我爸爸带着金条来台湾 买 沿平南路一整条买下来 打电报回去给我爷爷说 我在这里搞了一条房地产 买了一整条 那个沿平南路 我爷爷问他说 你干嘛买一整条 你叫我爸怎么回答 他就不晓得哪一间房子好啊 干脆都买 你可以这样干 你可以这样干 然后我爷爷就跟他讲说 哎呦 咱们在上海地质这么多都管不来了 还管到那鸟不生蛋 狗不拉死的台湾 我叫你去发展事业 不是就要搞房地产的 当年的人认为 搞房地产不是英雄豪杰 要能自己生产赚钱 这才英雄豪杰 何况那里的房地产 台湾房地产 刚给日本人弄掉 那个什么好房地产 卖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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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严彬一路买到哪里 他还告诉我 一路买到中山堂隔壁 只有中山堂买不下来而已 不卖 这样而已 换句话说 中山堂隔壁就是什么 就警察局 就买到警察局那一间 三家堂 买到那里 好好笑 所以你看看 人家也是种姓尊圣 是不是这样 来到台湾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我小学三年级 人家还到我家讨债 把当着我的面 十二点 凌晨十二点 当着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面 把冰箱电视机全部搬走 四十年前 这个还值钱 现在没人要这个东西 是这样 所以说这种中跟孝 我就是独子 我后来我母亲 我父亲往生 我母亲 一个寡妇 只有我一个儿子 我当兵回来 正要怎么样 赚钱养家 我跟他讲 我要出家 我心里很 我跟他讲 我要出家 你知道他怎么说 他说好啊 你只要去存南众道场 清晋灿公 或者是 谁谁谁 是大长老 我就让你出家 他这个有福报 后来 就一直没有姻缘嘛 后来就是 清凉室 有男众有女众 我就跟我师父讲说 要不我母亲也一起出家 我师父听得很高兴 说好好好 一起来一起来 这样子 结果就我母亲 也拉着来一起剃肚 是这样 所以说 那就是 那是佛门中的孝 要超越人间孝 如果你有这个姻缘 佛门的中 你要超越人间的中 懂吗 这才是中 不然你就变成佛 不是佛弟子了 你就被世间的 小恩小义所羁绊 释迦 释迦佛 要让你看大恩大义 懂吗 一切众生的大恩大义 你今天 你们诸位都是我的父母 我在孝顺你们 真的啊 我在孝顺你们 讲经说法就是孝顺众生 孝顺众生就是孝顺我的佛 我的佛主啊 我是敬大孝 你们都过去我的父母兄弟 照顾兄弟父母高兴 照顾父母父母得利 你们都做过我的父母 也做过我的兄弟 我怎么对你们服务 我都不亏 这是我的大中大孝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啊 对嘛 这就是孝项 那么人间 你要是没出家姻缘 当然就要怎么样 就要人间讲孝项 员工要对老板贵公司中 军人要对国家 公务员要对国家中 总统领导人要对人民中 人民要对自己的家族中 这就是互有姻缘 孝亦然 是不是这样子啊 懂不懂啊 是这样子啊 那么等心计悟 这等心计悟就是佛法的了 就平等心 拔苦与乐 就是等心计悟 你看这就是 这就是佛法的慈悲心了 这不一样 不生一念密害之心 就是没有害人的想法 一辈子没有害人的想法 这就是行菩萨道了 这就是我们悟达国师 最后拜完三昧水灿 要我们随行的部分 你们今天也拜完了 所以我要讲这段话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么以逆害之心 又愿生生世世 你看 他就讲生生世世 也就是说 你前面叫你去往生极乐 现在又讲生生世世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回路说婆也得这样 废话 回路说婆一定这样 如果万一你没回路说 万一你不是去极乐世界 你到 你准备到弥勒菩萨那里 你这次没去下世纪 下世没去下下世 那么你每一次在人间修都要这样 他是很开放的 他没有说你唯一只去极乐世界 这样懂吗 勿达国师在他那个时代 唐仪宗的时代 净土法门没有一枝独秀 出家人的思想基本开放 各种修法都有 所以他就表现出这个态度来 今天的说法就不会这样 就叫你直接往生极乐了 没别的地方好去 但他在这个唐仪宗时代 他的说法就很开放 各种人都OK 你愿意再来了也OK 你看西藏佛教就这样 他们讲求佛佛制 有没有佛佛制 有没有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个态度 就是再来再来再来 他就再来 好 那么呢 在在处处常为诸佛之所互念 这为诸佛互念很重要的 这有人告诉我 他说他小时候 人家妈妈就骂他说 不是骂他 就念他说 你做个小女生你怎么不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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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装扮一下 好了他就真的去装扮一下 结果不装 不知道 装了吓一跳 你看到自己呢 像 准备露炼的人一样 装起来是很难看 你知道化妆要化错的话 就像那个老阿公老阿嬤要露炼 这个样子 很丑 你懂吗 腮红红的这样 然后就很恐怖 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他说 然后叫他穿漂亮的衣服 他穿不来 怎么穿穿不来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就修道人的心 会遮止你 你懂吗 会遮你就是不会 就是不会搞这个 一般年轻女生呢 都会说 这叫礼貌也叫引诱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这个 女为悦己者容 如果没有悦己更要容 是不是这样子 才会有人来在意我嘛 不然茫茫人海的感情市场 我怎么凸显产品优越 是不是啊 那当然就要这样做 这是一定的嘛 一定的 四婚年龄一定会这样做 他不想这样做 我说这种人 我就跟他讲 这种人 就修道人 他会有三宝互面 是这样 我们的出家人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以前我们读 读大学的时候 那个我的同班同学 都已经去同居去了 男生喔 他都已经找了女生去同居去了 你看这个三四十年前 他就这么先进 他就搞同居 你看 是这样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这个人一生没什么朋友 但是我是他的好朋友 他也会问我说 现在同居的是这个女生 那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好不好 那 后来我观察 我帮他观察一下 我觉得啊 这个挡也挡不住了 好啦 那你就去吧 是这样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他四十五岁之后他要 他要来跟我出家 哇哩哩 现在都五十多去了 我在四十八岁的时候 我在飞机上遇到他 你看二十几年没遇到 我们坐飞机 你看人的姻缘多可怕 我去美国回来 巡回演讲回来 我们的事物坐我的右边 然后他的右边就走到 坐那个economic 那个什么 那个经济舱 走到的那边是他爸爸 他爸爸的那边 就我那个同学 姓李 他现在在 东 花 花莲有个叫什么大学 东 东什么 东华大学的 电脑相关科系 他物理系毕业嘛 他后来就读电脑 然后呢 就这样子哦 同一排哦 你看看 这人的姻缘可以这么样子 然后他爸爸呢 就往我的一个 一个一个 书家书 这边问 问说 书 你也回台湾哦 废话 都已经飞台湾的飞机 当然是回台湾了 啊你 认不认识 一个化妆化师啊 然后 我们那个师傅就跟他讲 哦 应该算认识啦 然后就认识 然后说 哦 这样很好哦 哦 儿主啊 是跟他同班同学啊 然后说 怎样啊 他说他要找化妆化师 找好久了 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啊 然后我那个师傅就跟他 我想我应该知道他在哪里啦 你能不能告诉我啊 给我弟子啊 他说我不想给你弟子 为什么不给我啊 因为他在我这边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就说 我儿子在这边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探头出来 一看 就在那里 人生真的是这样 但是他说他要出家的念头 旺光光了 我一再诱导他 说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有约定 他说有啊 约定一起吃牛肉面 约定一起吃什么 我说不是啦 约定修道 你还记不记得 他一脸茫然 所以能出家要赶快 夜长梦多 不要再蹉跎 什么事情 都要三思而后行 我有出家 再思就好了 懂吗 不要三思 第三思就 就对 就被那个什么 禅师给缠住了 不要三思 再思则可 再思思什么呢 就是说再思思这样 出家有损失吗 没有 就去了 你懂吗 你不要想出家 能不能修行 我是不适合 不要想那个 你如果真想出家 没有不适合 死不去的 死不去的 好 所以没有一念 逆害之心 再在作为诸佛之所互念 诸佛之所很重要很重要 我们都是被互念来学佛的 乃至于来出家的 不然我们出不了家 是这样 我自己也是很清楚 那当年有 有所谓的交往 但不好说是女朋友 就是有在交往 你自然就没动心 他们都很优秀啊 你就是不动心 不动心没理由啊 没理由的 没有理由 这就是互念 我们靠自己没能耐 在沙伯世界 我们冤金债主一堆 特别是爱情 感情的冤金债主 那根本你躲不了 只靠佛护念 所以我们能出家的人 一定要感念佛恩 一定要好好护念 那么护念 能详摩愿 你看到没有 摩愿 最大的摩愿 就是那个晚上 夜间部同学 那是最大的摩愿 我没骗你啊 一切爱恨都维系着对方 是不是啊 是不是嘛 自己说 是不是 是不是 都不老实回答 是不是嘛 是 大声一点了 坦白从宽 他就能降伏摩愿 你要知道 人间就是恩爱为本 恩爱生出种种烦恼 你的一生的快乐不快乐都从这来 是这样 这个我们在爱情 贪爱恩情 亲情前面 我们一定要谦卑 他是大魔王 我们不敢说我们能超越 我们靠的就是佛的互念 我们靠的过去是听闻善知识 跟我们讲大乘法 初理想 我们发初理心 不然凭我们这一点小能耐啊 那个蜘蛛丝包的紧紧的 你能拆得开啊 拆不开的呀 世尊怎么说 他说人间如果有第二种恩爱 男女恩爱的这种欲爱在那里 普天之下没人出得了家 你看多可怕 所以在这个情爱当中啊 不要嘲笑别人 一定要谦卑面对 有人要是马斯前卒 我们要充满同情 但是也要怎么样 快刀斩乱麻 情感的东西没办法用讨论 没办法推论 想出家 不要去跟女朋友说的 叽叽呱呱一大堆 他这么一哭 你就软啪啪了 你就当下像世尊一样 人间蒸发 我万佛是很多地方好让你藏 懂吗 保证找不到你 能相摩愿 集诸外道 与诸菩萨聚会与处 讲到这里 与诸菩萨聚会与处 都是靠这个 所以要念佛恩 懂吗 这一次呢 这个慈悲三面水灿 我们拜得很愉快 也很感谢我们的学书 这个舍命 跟我们一起共修 还有我们诸位师父们 大家一起把法器打得这么好 我们的殷师 那个灵骨打这么好 大家很愉快 虽然说量不多 但是我们让他的直 让他更好一点 拜得慢 愉快一点 我们再讲解佛法 让大家能够 跟他的法相应 一二十年来 我第一次拿着本子讲内文 真的我第一次这样讲 我觉得那个文很好 那么当年过去也是讲内文 但没有拿着本子讲 现在我们今后就可以拿着本子 再把很多内容都解释一下 它其实就是 法华三面灿 这一类更高级的灿法 的一个前行灿 能懂这一类的灿法 你法华十项灿法 你才容易入 所以我也很乐意的 将这种前行灿法 跟大家讲解 这样了解吗 那最后跟大家做个广告 明天我们还有诵经 诵经玩的时候下午两点 会在这里 这个三规 你有朋友 亲戚朋友 要三规一的 今天等一下下去 赶快通知他 来写什么呢 写这个规一申请书 报名表 我们好帮你怎么样 立那个法号 你的法名呢 是你再生的开始 兄弟姐妹夫妻回到家里 尽量用法名互称 才能够与法相应 那么是第一 第二话呢 这个我们常著呢 有这个随行版的法华经 一本250块便宜到不行 随时可以带 你也可以读 那么有典藏版的法华经 外面流通会三万六 我们流通三万 但不要去外面讲 懂吗 他们同意 故宫博物院同意 我那天摆在这里了 去市务处看 应该家家户户 都要有一本 你要送你的长官 送你的师长 要送的礼物 应该就要送这个 这个呢 是 现在还有 没有 很快就被请光了 过完年 一路一路送出去 你又要没有 又会缺货 那么这限量一千 已经到用掉一两百了 赶快 再来就是 我们昨天讲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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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宝佛殿 这个里头的装修 以一个单位十万 一个单位十万 这样来看 你可以随洗 就不管几万几万 几千几百都OK 你也可以随洗 你也可以用水洗的 那你也可以用什么呢 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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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齐的 那么就是十万为齐 以这个为目标 两单位 三单位 四单位 多多益善 功不堂捐 功不堂捐 你做出来那一刹那 福报就充满天 虽然我没有一个牌位好给你写 但是你相信我 佛法真实不虚 金刚经所说的 无相布施 无相供养 功德很大 那么呢 再来呢 还有那个燦宫的那个 什么呢 西方三圣 这一幅燦宫的西方三圣 度了一位 一位艺术家 就是法 就是谁呢 就是这个这个 四华的太太 她是日本人 从大学时代 就从小高中 她就读美术学校 美术班 大学读美术 到杭州中国美院 读七年硕士 能讲中文 又来台湾读八年 美术博士 师大美术系 那么呢 因此就跟 在业务上呢 帮忙翻译 就跟四华老板认识 四华老板小学毕业 那一个读到博士的日本女人来嫁给她 主动的 打电话说 许老板 我嫁给你好不好 许老板一听 你差一点 没把她假牙掉在地上 吓坏了 就这样 因人就这样 然后呢 她作为一个印佛经的佛弟子 她思思念念想要她太太 这个艺术家 改画佛画 每次讲到这个 就被她老婆打枪 她说做艺术的 不可能 但后来家里呢 就遇到财务危机 很痛苦的情况之下 她再看这一幅 燦工的画 一看之后 全身吓坏 全身发抖 她说 燦工的每一笔 都具足智慧跟慈悲 你看他们艺术家 能读出这种东西来 好神秘啊 每一笔 都是具足智慧与慈悲 她说她要忏悔 她在当着我的面 讲忏悔 我在台北的时候 她跟她先生 硬要跟她先生 带着小孩来 已经生两个小孩 一个在抱抱抱着 一个像日本 日本娃娃一样的女生 胖嘟嘟的 这样抱着来 就抱着 就跪在那跟我说 她要求忏悔 然后呢 到果心律师那里 授三规 然后我来给她授五戒 在哪里 盛天宫 第一个授五戒的 在那里 所以我就说盛天宫 将来你要画画 画佛画就到盛天宫 他高兴得要命 他说那你好好 艺术家就是喜欢那个地方 海拔五百 宁静清幽 山峰徐来 这个什么呢 云雾缭绕 然后呢 她就这样跟她讲说 她要求忏悔 她这辈子 不再画世俗画了 哇 你知道吗 她的话 已经卖到日本了 很多那个高超的艺术家 老师 都说她的画是非常高的艺术境界 结果她一翻转说要画佛教画 她只要画 一辈子要目标一种 画极乐世界图 她说她现在不敢画 她说会画坏 不敢画 她现在正在下手准备转型当中 一天24小时 大家都要听YouTube的课程 都是我在讲 所以她的儿子呢 会跟她讲说 妈妈你今天还没听经 是这样 大概一天有8小时到12小时 都在听 她转变心形 是这幅画度她的 那么你一定有人会问说 外面也是说灿公的话 怎么长相不一样 没错 是被增加的 只有这一幅呢 是原汁原味 我没骗你 当年灿公直接找她去照相 拆下来给她照相置盘 那她修 修了新台币50万 没真没减 就是那样 那你会对照外面的最有真减 莲花也多了好几朵 好多 好奇怪的 多的你搞不清 因为现在电脑合成 或者是白板 你会看不出来 她那个是留白比较多 反而是比较准确 那么这些呢 这个也是三幅 用布印的 你外面很难找用布印的 那么如果加框一万二 没有框只是买那个布三张 这样的话一千二 那加框的通通是手工做的 用那个什么呢 用那个我们法华经的那个梧桐木 幼木 幼木 我们这次用幼木做 所以比较好一点 是这样 那这个呢也可以请 你也可以定加框的 也可以定 直接就请那个没有 没有框的去表 也OK 这样了解吗 那加框的呢 也量也不多 只做一百个 只做一百 所以那个框是 可以拆开来重装的 没有任何定时 都是手工 这样 最后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初五 后天 后天的早上八点到十一点 到我们圣天宫来怎么样 专门求福报 在一天 那么在一天的点灯 个人灯一人一百块 赶快替你的兄弟姐妹啊 帮他们点 妻儿孙女啊 孙子啊 帮他们点 爸妈帮他们点 那一家子呢 一个大灯六千块 是这样 那就专门有这个价格 是让你直接就修福报 好不好 还有你如果有宝物你也带来 到时候会写个名字 贴上你的名字呢 当作是奉献给天界的众生 还会还你啊 懂吗 会还你 是这样 那当然呢 如果说刚好那个名字掉了 这样子 也还是会 会 召领啦 不会让你说损失啦 洗干净一点 耳环项链没关系 或者你的那个珠宝都OK 那如果你要真正的捐出来 呃 师父呢 勉强接收 可以的 也是可以 但是你基本上 就是让你带回去 用一个红包袋 写着你的名字 那到时候摆在佛前 会共 懂吗 因为天人不需要那个 那个代表你的 你的什么 你的诚意而已 你的诚意而已 那个什么 钻戒手表 有价格的那个 那一两万不算了 你用了就剩下几千块了 没意思 那十几二十万 几百万的那种手表 也可以 那很庄严的那样 也可以 越庄严越 会还你的啦 就是让你代表一种 供养的意思的意思 他在一天有这个动作 是这样 也可以 于此 那下午呢 初五的下午呢 这个台大啦 这个国防医学院啦 这些学生 会来听 这个 金光明经略讲 而概说 希望你们也一起下来听 中午在那边用餐 是这样 好不好 这是预计新的内容 那么就讲到这 我们来一起回向一下 来 大家合掌 众生无边数研度 烦恼无尽数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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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道无尽数研度 自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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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佛 自归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神的经葬 自慰如海 自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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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专言佛净度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度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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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